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企业个案研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门课程是企业个案研讨 在这门课程里面 就是面授的老师跟主讲的老师 会带同学经历过18个企业的个案 那么这些个案 有一些可能是从事于食品业 那么有一些是资讯业 有一些是通路 那么各行各业 那么在这些个案里面 同学就会看到说整个企业的经营 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后公司怎么因应环境的变化 跟种种的主观客观条件 来做一些处置 所以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一方面可以参考课本上的内容 跟面授老师的讲授 那么另外同学必须要收集其他的资料 然后在课堂上面 可以跟老师来讨论 这个企业它的一些困境 以及它怎么样来突破 我们今天是第一讲 我们探讨的是网品 那么网品集团大家都耳熟能详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的 在这个单元我们学习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网品它的一个经营理念 因为它在去年上市的时候 号称的是说用半部论域来创网品 用半部论域来制网品 那么第三点就是网品的一个海豚计划 它是怎么激励员工 以及网品的省私计划 那么网品的全球 它是怎么样来扩张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讲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整个网品集团它的一个现况 我们可以看这个PowerPoint 在2012年的时候 网品全年的营收是123亿 那么比11年成长了28个percent 最后净利达到15.69元 整个集团下面的品牌是有12个 达到286家分店 其中台湾是227家 在大陆是有59家 预估就是今年底的时候 两岸展店可以达到393 就将近400家了 台湾有300家 大陆有接近100家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品集团 它有一个核心的价值 因为它是一家很不一样的公司 那么它的使命就是 用卓越的经营团队提供顾客 一个优质的参与文化体验 而且能够善尽到企业公民的责任 在愿景上面 它能够成为全球最优质的 连锁餐饮集团 那么经营理念的话就是 它的诚实群力 创新跟顾客 厂商同仁的满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它诚实里面 这是我们一般在企业里面看不到 就你收了厂商100块的礼物也好 或者说金钱也好的话 就已经是属于贪毒 那么就必须要隔职 这是很严厉的 那么另外的话 有顾客建议卡 然后做一些统计 知道说每一个店 它服务的缺点是在哪边 同时在整个团队里面 他们是仿效国民党 所以他们最高单位是中常会 另外有二代精英 然后开授权不同的层级 开会然后来做决定 以及在创新上面 他们的品牌 就是一年会创出一个到两个品牌 跟他们的服务的创新 他们的管理的创新 因为网品是视顾客为恩人 厂商是贵人 同仁是家人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 顾客能够满意 厂商满意 同仁满意 而且社会也满意 所以这个是整个网品 它的一个事业群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高消费里面 有网品 怀石 夏慕尼 那么在中阶消费的族群里面 有元烧 吸体 陶板屋 以及平价的像聚 品田 蔬果 以及低价的十二锅 那么以及像最近新的 Hot Seven等等 所以它总共是有十二个品牌 经营的都是非常的出色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么戴胜意 它是怎么样来创建 网品这个集团 那么它的一个家庭背景 因为我们知道戴胜意 他本身是台大中文系毕业 他一毕业之后 他就进入了他父亲所创设的 三圣自贸厂 然后担任副总经理 那么担任副总经理 一直做到他将近四十岁 那个时候还有在想说 他不能够再这样下去 因为再下去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出来创业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 就出来创业 那么他刚创业的时候 也曾经成功过 很快地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就一亿元 那个时候他创业是逼逼乐园 但是很快又负债了两亿 所以这是他刚开始 出来创业的一个经过 那么在他家三兄弟里面 就是老大戴胜通 是留在家族企业 就是三圣自贸 然后老三他的弟弟也跟着他一样 也出来创业 就大顶活虾 也是做餐饮方面的生意 那么戴胜义他的创业 经历过九次的失败 最后一次才成功 就是王品 王品集团才成功 所以现在总共是有十二个品牌 而且做了不同课程的一个定位 就有高价的 有中价的 有平价的 有低价的 所以他能够充分地区隔市场 而且用他很特殊的王品文化 来经营他这家公司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他在PowerPoint上面 他近年的一个营收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营收的表现上面 从一零年开始到一一年一二年 他的营收已经突破了一百亿了 这是在餐饮界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天险 就在一二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破了一百二十三亿 整个集团的营收 那么税后成益也达到十亿多 那么他的每股盈余达到十五点六九元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经营的成果 那么在2013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营收 就已经达到了三十五亿 接近三十五亿 那么他的税后成益也是有三亿 差不多是十分之一 这是税后的 同时他的EPS也达到四点六九元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网品的营收 应该会有相当出色亮眼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相关的资料 就可以看出网品集团代胜益 那么他的一个经营 那么至于说 他是怎么样来领导整个的企业 有所谓的海豚的领导学 有所谓省私团的计划 那么海豚领导学的话 就是他激励员工的方法 这也是他去香港 那么看海洋公园 海豚表演的时候 突然想到激励员工应该是用这种方法 同时他也顾虑到说 公司的高阶主管 他们都想要创业 那么为了避免人才的流失 他也提出了省私团的计划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会跟同学来探讨 网品的海豚领导学 跟他省私团计划 我们就先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同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海豚领导学 我们看一下这张PowerPoint 那么这张PowerPoint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戴胜义 他在香港海洋公园 看训兽师 带海豚表演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海豚之所以会那么卖力的演出 因为训兽师是及时奖励 而且立即的分享 所以在网品集团里面 每开一家新店的时候 只要是店里面的店长主厨以上的干部 或者是说区经理 总管理处的协力 总经理等等 都可以按照一个比例来认股 所以就是公司里面的高阶主管 中阶干部 或者说是基层的主管 都可以参与 都可以实现说 他们也能够入股 也能够参与企业经营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如果说我们算一家分店 它的开店成本 我们可以看这个相关的数据 就是一家店 它开店成本是600万 那么店长他可以出到11个percent 那么其他的认股比例 就是主厨7个percent 区经理是2个percent 那么行政部门的主管 每一店可以认股1到2个percent 那么总经理是20个percent 剩下大概26个percent 就是由董事长 戴胜意他来出资 而且每个月有盈余的话 是立刻的回馈 就是一定的结算日 都会提拨盈余的20percent 给门市的同仁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 优渥的一个激励的方法 而且是每个月及时的激励 那么王品也想要努力跟收获 是成一个正比 所以他让员工有更多的动力 的话 总结下来 王品他一年大概会支付到 2亿7千万 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数据 2亿7千万的巨额的红利 那么这么大的红利的话 会不会使公司的财务费用 增加很多 但是我们却发现说 因为你用就是非常的乐于付出 然后跟员工分享 所以员工的离职率降得非常的低 那么正值的员工离职率 大概是2% 那么即时员工的流动率 也是只有4%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它的一个好处 那么在整个公司里面 它的经营绩效也好 它的数据也好 全部都是公开的 那么这样一公开之后 可能公司里面的一些主板 也会认为说 这样会被员工发现说 原来公司赚那么多 赚那么多之后 你怎么没有跟我们员工来分享呢 但是带生意 他却有另外一个看法 他认为说 如果说把每一个店 每个月的营收 全部都公开 那么店长就会受到员工的压力 就员工看说 为什么另外一家店 他可以做到 比方说一天10万块 那么我们这家店 为什么一天只做到 比方说8万块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对他们会造成一些压力 店长就会造成压力 所以就会督促店长 跟主厨更努力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的一个好处就是公开资讯 然后即时分享 在2013年的4月 那么王品又推出了一个 同仁持股信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 那么同仁持股信托 就是指中阶以上的干部 每个月可以提拨3%的薪资 到信托专户 公司也相对提出10倍的金额 所以如果说一个员工 他的薪水是5万块 他一个月提拨3% 就1500 那么公司会提拨10倍 就是大约是15000 那么加起来的话 就有16500的金额 到这个员工 他的信托专户里面 那么他用这个钱做什么 来认购王品的股票 所以如果说我们以王品股票 400块来计算的话 大概两年多 他就可以领到一张股票 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 那员工领的股 他就会跑掉了 那么公司又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就是如果员工5年内离职的话 他只能够领走 他自己提拨的薪资 如果说你是服务5年到10年 那么你才可以提 公司提拨金额的二分之一 如果说你服务满10年之后离职 那么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金额 全部都兑换成股票来领走 所以就员工长远来看的话 他等于是用一折 就可以买到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对于留财的话 帮助是非常的大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省师团计划 那么这个省师团计划 我们可以看PowerPoint上 它这边所显现的 就是第一个 它是希望说优秀人才能够出来创业 那么第二个是给予最大的股份 那么第三点 就是公司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有新创一个品牌 那么第四个就是让整个的集团 永远都有创业的精神 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有新的品牌 有新的师王出现 所以省师团计划 一年是要创立两个新的品牌 30年下来之后就有60个品牌了 那么戴胜也曾经算过 如果说有一半失败的话 也会有一半成功 因为王品也是有失败的品牌 像是风华 那么就是一个失败的品牌 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 戴胜宜就正式的推出了 这样一个省师团计划 然后所谓的师王就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些高阶主管 因为他们在公司里面的时间也待了很久 那么也希望说能够自己出来创业 那么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必须要离开公司 所以这个时候公司就会让他认股 让他自己能够出资 自己当老板 那么公司也会有资金的投入 协助他 所以就有不断新的品牌出来 比方说像是我们之前也提过 像西提 或者说夏慕尼 这是针对高阶课程 他们做一个区隔 然后像是元烧 等等 聚 那么他们针对大概就是28岁左右的年轻人 或者是说有一些是定位在30岁到45岁的一些中阶的主管 都会有他不同的目标市场跟他经营的课程 在展店模式上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151的方程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相关的数据 什么是151 那么这个151方程式指的就是说 第一个1是说我们投入开店的现金 大概是1000万 这个资本 平均大概可以开一个店 那么一年的营业额必须要是他的五倍 就是要做到5000万 至于说你的获利的话 至少也必须要有一个资本额 就是1000万 所以这个就是151 那么这个151的话 就能够确保说这个企业 这个店它经营的一个成功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店都能够做得那么好 如果说就是万一 万一说你这个失望 然后你也出来经营一个新的品牌 然后下面的店长也出来做了 那么投资的这家店 它连续六个月 它获利是低于25% 那么这个时候集团就会开始评估 你这家店有没有继续设立的必要 也许这个店就会结束 所以我们从这边就会看出来说 它对于说整个企业经营 那么它的一个理念 同学接着我们会提到 什么是半部论语创网品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同学接着我们就来谈一下 网品集团它是怎么用半部论语 来创立网品 是怎么用半部论语来治理网品 在2012年2月的时候 在国内的上市公司里面 有一个创举 就是网品集团 它在孔庙举办法说会 在整个法说会之前 它也寻古礼 有跳异舞 然后有祭孔等等 那么在所有仪式都结束的时候 戴胜仪大概就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 跟投资的法人来阐述 它一个经营的理念 就是它是用论语的儒家的思想 然后来治理网品集团 我们就看一下这段的VCR 不是九二八教室节 但业者在这里举办了法说会 原来戴胜仪的成功秘诀 都在论语里面 像孔子不是说过 素人要温良恭敬让吗 戴胜仪就是如此的要求移工 我们身上都没有名牌 像今天这件衣服 是好不容易去找到的 两千块 特别引用孔子的话 不是要上国文课 而是要跟台上上百位法人 说明自己的餐厅为何值得投资 因为刚刚创下96亿的惊人营收 还把版图拓展到大陆 希望今年在大陆开63家分店 同时要挂牌上市 被外界视为是未来的新股王 对股价很有信心 戴胜仪也强调公司非常节省 所以经营成本压得很低 所以才会赚大钱 不管是不是新股王 员工的荷包肯定都会稳定成长 同学在这个法说会里面 他就引用论语里面很多的一些阐述 来说明他是怎么来经营整个的王品 比方说他又提到孔子讲说 温良公俭让 那么这跟王品里面的第四条 21 22 23 24 这些王品的宪法 就是我们所谓的归毛家族的规定 可以说是相符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我们的POP里面 他这边就提到了 他这边如果说公司 像其他公司来挖角高阶同仁 六指等以上的时候 是禁止在向原公司进行挖角 而且在公司开会 如果说你迟到 每分钟是罚100块 如果说你迟到10分钟的话 你就罚1000块 那么在公司里面 是没有交际费的 如果你有特殊的需要的话 你必须要事先上签 那么代生意 他自己本身也以身作则 就他从来不向公司 报任何的费用的支出 所以他开的收据也好 开的发票也好 从来都不达统一编号 所以这个是 他就是跟一般 我们印象里面的 上市公司的老板 好像不一样 那么另外他也提到 孔子讲说 愿居马依求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憾 所以在这边就是 戴胜意强调说 董事长只能够留 20%的股份 如果说你有获利相关的一些 都必须要跟干部同享 那么每个月的利润 是要发出三成给同仁 同时公司也成立了一些基金会 有同仁的基金会 那么就可以发给一万个小朋友 同时他也讲说 孔子说君子物本本利而道深 所以在网品里面就有五步 就是不做股票 然后不做政治 不官商勾结 不业外投资 不经营借贷 所以在网品 他是不向银行借钱的 这也是我们印象里面的 上市上柜公司很少 那么孔子也认为说 登太善而小天下 所以在网品里面 他是要求说 员工必须要去很多的国家 比方说你要登百月 然后你要游百国 然后你要吃百电 这个都是他希望同仁能够做到的 那么戴生意他也强调说 这些规范是让同仁的行为有所依据 并不是要约束同仁 希望说他能够符合整个网品 他的一个企业文化 能够符合我们儒家的一个精神 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国内看 企业界是很少见的 我们再看一下 他那个规范家族里面 他也提到说 如果公司的主管对外演讲 一个月是不能够超过两场 那么你演讲的酬劳 就必须要捐给内政部的儿童之家 如果说你是公务 然后收到一些纪念品或礼品的话 就一律是归公 不能够说留作私人的使用 这个在龟范家族里面 第十五条也提到说 上司不接受下属财务 礼物的赠予 如果说结婚的时候 下属送的礼盒或礼物 也不能够超过一千块 那么购车的总价 不能超过新台币一百五十万 所以在这边都显示出 他们企业的经营 独特的地方 他也提到说 在公司里面是不能够做股票 也不能够谈股价 那么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买进跟卖出的时间 必须要在一年以上 而且他也道德劝说 公司里面的高阶主管 那么道德劝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最好是 不要买股票跟卖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买了股票之后 后面公司有一个利多 那么别人就会质疑你 是不是内线交易 你事先知道 所以你买股票 那么如果说你卖股票的话 之后万一公司有一个利空 那么别人也会质疑你 是不是内线交易 你事先知道 所以你事先卖 所以这个至少在公司里面 在公开场合 主管或说员工是不会谈论这些 股票股价这些的 这也是他们公司里面的一个默契 那么我们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化的经营 那么网品集团 事实上在大陆 它大概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已经经营了十年了 那么这中间又有失败的案例 就是之前跟同学谈过 就是风华 它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品牌 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 网品就跟菲律宾的快乐风合作 就是九丽病合作 然后在大陆跟港澳发展12锅 那么双方的持股都48% 然后另外的4%是给当地的业者来参股 所以跟网品合作 网品还有一些条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资料 就是网品它是要求说 对方就一定要 第一个是在该国从事餐饮业的 第二个 它的餐饮业的规模 一定要在地主国是前三大 同时这也一定要是一个上市公司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网品就会愿意跟它合作 然后在当地开拓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网品它的全球的一个布局的现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 这个PowerPoint的资料 那么这个就是网品在全球它的一个布局 我们在台湾的话 母公司就是网品 然后它的持股是百分之百 电数大概是有240个电 那么在大陆的话 如果说是中高价的餐饮业 就是公司是何俊 那么它的持股是51个percent 那么资本额是7亿 现在是有4个品牌 那么电是有62家电 这是高价的餐饮 那么如果说是平价的餐饮 那么合作的伙伴就是菲律宾的快乐风 那么网品的持股是25个percent 然后现在是有一个品牌 就是十二锅 那么这个品牌的话是有3个电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泰国 泰国的话是一个品牌授权的关系 就是陶板屋 目前是在泰国来做 然后现在开了两家电 所以这个就是网品 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 在全世界布局它的一个状况 最近就是在电视上面都会谈到说 就是大学毕业生 它的一个就业状况 那么网品在2012年720杂志 就是新世代最向往的企业 就取得了第一 然后在2013年又是第一名 那么前十名的企业 我们看它的顺序 就是网品是第一 然后是统一 第三是鸿海 然后第四是中华电信 第五是陈品 第六是Google 那么在后面是宏达电 台积电 中刚 长荣航空 那么这个是Cheers杂志 连续7年举办 那么网品都有这样一个好成绩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深思 这个企业它为什么能够成功 同学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跟同学探讨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